我想跟大家說 我們這個藍沙校園舞廣 其實已經開通了 中建附近有什麼可以玩 可以吃的一些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到 整個澳式的風呈街 蛤? 這些錢被人凍結了? 趕著買樓的怎麼說好啊 大灣區買樓最怕匯款的時候 資金被凍結搞到血本無歸 V加擁有合法匯款牌照 有什麼問題 100%由V加賠給你 全港18斤分店 超過100位香港經紀 為大灣區置業的香港投資者 提供安全可靠的買賣樓宇服務 有V加就有我做的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如果香港華僑想在大灣區置業的話 當然要找V加華僑部 然後我是V加華僑部的一個專員 我叫Vita 今天我們來到廣州藍沙的 一個國際郵輪廣這一帶 來到這裡主要是兩個目的 首先第一個 自從2020年疫情 藍沙客運沒有說 它這邊停運之後 終於時隔四年已經復航了 然後今年的6月25號 終於有郵輪來到我們這邊去開航 然後它這邊是五日四夜的一個航班 主要從我們廣州藍沙這邊的一個客運港 去到越南那邊的一個下龍灣 再回來廣州這邊的 是的 根據相關的一個數據的話 我們藍沙國際郵輪沒有說的話 在全國截至19年 在全國的話人流是去到前三的 然後它這邊的一個接待旅客的話 是達到七千多次的 所以它這邊目前是開通 多開通了九條航線 可以去菲律賓 日本、越南和日本的 開通了九條航線 這一次拍攝的一個目的 只要是想跟大家說 我們這個藍沙校民沒有說 其實已經開通了 第二個的話 就因為我們有很多中建 之前我們都會拍攝很多中建的一些視頻 中建的業主也想知道 中建附近有什麼可以玩 可以吃的一些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到石澳的 澳式的一個風塵街 這邊有一個風塵街的話 它是有很多美食的 有些輕食 有些咖啡、奶茶、檸檬茶 以及一些小零食都有的 然後它裡面也有酒吧、粵菜的小炒 或者是一些港式的茶餐廳 都是有的 我們等一會的話 就會去到石澳風塵街這邊 選擇一間茶餐廳 帶大家去看看 它這邊的一些港式的茶點 究竟是怎樣的 現在就來到石澳客棧這邊 即是郵輪母港的風塵街 這裡有一間茶餐廳 這間茶餐廳也不錯 優惠值得吃 然後這百多元有八個送這麼多 吃飽飯可以過來這邊去逛街 然後再去喝咖啡 吃一些輕食 基本上的話 這一帶都是比較多食物 所以它這一餐大概一百多元左右 所以基本上兩到三個人 都可以吃得飽飽 這個是比較經典的廣東茶餐廳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